我個人是 就是其實我很少跟柯文哲 在理念上相近 不過這件事我是挺柯文哲的 因為我覺得 你自己去千葉線 你自己去東京 你去迪士尼 全部都是台灣人嘛 那那邊的食品 台灣人去的時候 也吃得很開心啊 對不對 和牛也吃得很開心啊 可是回來之後又說 不能進口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奇怪的 所以這些網友 如果你們有到這個什麼 核災食品區買到食品 都歡迎寄到我的服務處 我會幫你們吃觀光 你幫他們消化是不是 我幫大家消化 那我今天來透露一下 其實柯文哲最近 delay了兩個月的參選 其實他是在思考一個 他參選的黃金組合 我們最近綠黨 昨天有做民調 還有很多的民調都顯示 柯文哲參選的黃金組合是 他要遇到一個 兩個對手 一個叫做賴 一個叫做郭 為什麼呢 就是賴 郭 出來的話 柯就會出來 柯文哲目前他 最期待的組合是賴郭 因為他在民調評估上面 看到這兩個人 其實對年輕選票 是毫無吸引力的 你看賴神 其實很多年輕人 是在罵他 把他罵成金孫 或賴公德 就年輕人是不喜歡他的 那郭台銘 其實他是一個 冠老闆的形象 大部分年輕人 也不會偷給他 所以這兩個人 可以創造一個 柯文哲最大化 就是最多年輕選票 全部吸納的一個情況 如果是小英 或者是 韓國瑜 目前還是出來的話 其實柯文哲 可能就比較難選 那他也就會重新去思考 機率多少 你覺得 如果還是小英跟韓國瑜呢 我覺得他就會降低他的參選機率到50以下 這個是我聽到內部的訊息 就其實 柯文哲的利基點在於說 他年輕選票真的很強 線上你也看得出來 很多年輕人支持他 那對我來說 我也講 雖然我覺得他不是最好的總統人選 包含兩岸議題不夠成熟 市政做得不夠好 但是 如果是他跟韓國瑜 可能我還是會投柯文哲 就算是賴清德出來 我可能也是 最後還是會投下柯文哲這一票 你今天在這邊大公開 表態了表態了是不是 沒有就是我們年輕人是可以 接受柯文哲的